《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愛我的家的Annie 琪梅娟 今天我帶了很多東西來跟大家分享 你看到我個人是不是很開心 因為剛剛去了幾天自由行 我去哪裡呢? 我就是去上海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時間呢? 正正等小朋友還沒放假 因為剛剛考完試還要上學 就趕快去 不然就什麼都貴 好了 自由行 如果大家還有一種心情 想想想 都是想揹個背囊仔 自己喜歡去哪裡就去哪裡 早上幾點起床就幾點起床 喜歡去吃什麼早餐就去吃什麼早餐 還是有那種心情呢? 其實我真的介紹大家 自由行是非常之好的 在我未出發之前 我問人借了一本書 刨屬裏面那些東西 這些書 現在周圍都有得賣 很多書局都有得賣 而且很普遍 我看到每次去到書局看 也有很多人站著看 譬如說你去旅行 因為它真的很清楚 介紹了當地的名姓 當地購物中心 吃東西的中心 而且很多時候 連怎樣乘搭地鐵 都寫得很清楚 你看看地鐵圖 在上海其實真的很方便 現在有十條地鐵線 十條地鐵線是用不同顏色分開 只要你不怕看簡體字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很容易 就已經可以掌握到怎樣乘搭地鐵 和轉線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每一次它都會播咪 提示你這個站好像香港那樣 其實跟香港真的沒有分別 除了是簡體字 那你就會懂得在那個站 出去轉你自己的線 而且地上是有很清楚的顏色 指示你轉條線的方向是怎樣走的 所以是非常方便 連那個站出來的設計 都跟香港是相差無幾的 所以其實你很有一個感覺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分別 除了有一個簡體字之外 而且車廂都很乾淨 因為大家都很守規矩 都不會在車廂裡面吃東西 所以保持車廂都很乾淨 大家也可以試試 好了 我今次去了幾天的自由行 我就很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過吃的地方 很值得跟大家介紹的地方 還有一些購物的地方 都很值得大家去 很有特色的 先說一下 在施南路 其實施南路都很漂亮 很優靜的 亦都是有以前的前總理周恩來 都在那裡住過的 孫中山先生也曾經在那裡住 其實那條路非常優靜 你慢慢走 其中有一間叫茶餐廳 那個茶字不是喝茶的茶 是茶月的茶 就是木字邊的茶 那個茶餐廳有什麼特別呢 它的價錢是很便宜的 它那個凍檸檬的奶茶 它叫做原味奶茶 為何它叫做原味奶茶 原來它的冰 都是由這個奶茶做出來 去整成一個冰 就放進去凍奶茶那裡 變成你由頭喝到下味 都是這麼原味的 那杯奶茶 還有那個奶茶的茶質 是非常之香的 很滑的 我不知道它用什麼奶 因為現在在外面 我們看到一些香港的茶餐廳 通常都會把他們 沖什麼奶 都放在外面 但我看不到 不知道它用什麼奶茶 還有它沖的方法是怎樣 總之是很香的 就是由頭到尾 那口茶味都在那裡 我自己有試過一個炆豬壽 這也很值得跟大家介紹一下 豬手也是非常好吃的 炆得很軟 很入味 還有我很喜歡它裡面的花生 連花生都炆得入味 但又不是很貴的 38元人民幣一碟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這樣的價錢 還有它的菠蘿油 我都不明白它 我看到它做了很多菠蘿包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它拿出來的時候 很鬆軟 我猜 我只是猜 我看到它有個明波爐 它會不會是釘的 但問題又真的很好 它真的掌握得分秒很準 不然它會釘到包出來 這麼軟 這麼好吃 因為通常我們釘 釘得不好 最初是很軟 但是越吃越硬 不是硬是硬的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處理手法 我又不知道它怎麼保持包 這麼新鮮 這麼軟 另外一個就是小洋山尖 在那個… 先看看 我都要看回那個本書 它的那條路是叫什麼 因為大家可能會去的 就是吳光路 吳光路的小洋山尖 那些山尖包 我看它 因為它有一個大玻璃 讓你看著它怎麼做 它真的不用煎上面 它只是煎底 但是那些肉 在包裏面 就會滲很多汁出來 其實那些是湯的樣子 你咬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咬輕輕咬少少 那些湯 你就可以入口 就像喝了它的肉湯 非常好吃 因為我是比較腸胃 很敏感的人 如果我吃得油膩的東西 我很容易就肚瀉 但是很奇怪 我那天足足吃了一碟 它一碟有六個 你說那些湯 或多或少都會有油的 因為是肉 但是沒事 而且又很香 它只是底洞 皮很薄 上面一層蔥花 吃下去現在還回味無窮 還想再去吃 那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它呢 因為呢 剛才那間茶餐廳 和這個小洋山煎 都是不停地門口 有人在這裡排隊的 即使大家很喜歡 吃它裡面的食物 是一定要排隊 我聽當地的人說 我也有些親戚在這裡 他說從來未去過 是不需要排隊 就算你早上到11點開門 那些人都在這裡排隊 一直排到它 收工打仰為止 可想言之 大家熱愛的程度是有多少 大家如果去上海 不妨去試一下 我現在想回你 都想吞口水 另外有一間 是由博物館建成的 香港現在都有 一些舊的建築物都改建為 成為一些餐廳 但是這一間上海老號 就是一間很古老的教會 的一個舊子來的 之後又成了博物館 現在就是因為 都是保育 變了現在是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 它煮的上海菜 它是專門出名的上海菜 當然是它的地標 也是它的建築物 但是此外 就是它的上海菜 很地道的上海菜 我去到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真的很維持上海人的傳統 就是用燜 用一些豉油去燜 燜的菜 主要就是這些材料 還有帶一點點甜的 就算煮魚也是 都是用這種烹調方法 但是很突顯上海菜的特色 大家除了可以欣賞到 正宗上海菜的特色之外 其實又可以去到一個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地方去看看 我覺得就是一舉兩得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另外有一間就在外灘 外灘 外灘 大家去到 看到 舊的歷史 和新對 葡東 新那邊 明珠塔的建築物 互相揮映 大家站在這裏看到 舊建築物的時候 可以想到 真是浪崩浪流 那種英雄蓋世 英雄就是那時候 我想大家都有看一些電視劇 回味回到那個時代 我想真是風起雲湧 有很多歷史在裏面 大家可以慢慢去研究 另外一方面 可以看到上海的發展 對面的高樓大廈 是九十幾層高的 可以看看現代建築物 互相對焦 中間就是外灘 大家可以在那裏走 一路欣賞一下歷史和現代的比較 這是很好的體驗 我在那裏有一間餐廳 挺有名的 很多去旅行的人士 或者當地的外籍人士 都很喜歡去那裏吃東西 就是一間餐廳 我叫Emman the Bun 看到他都有一些postcard 放在門口給別人拿來 可能你很喜歡 寄回香港 當時我也有一個衝動 拿了幾張就是寄回香港 你看得到他的設計特色 設計上面很有特色 而且中間也有一個酒吧 給別人喝酒 他亦都有另外設計 寄回香港 寄回香港 寄回自己的地方 留為一個紀念 我覺得他這個營商的手法 都挺好的 即是日後人都會記得 再去上海的時候 很可能都會去找他 好了 講喝講食 先講到這裏 這幾間是比較特別的 大家可以去試試 我又講講應該要去的地方 如果大家去 我極力推薦大家去一個田字坊 田字坊其實在上海都挺有名的 就是一些個體戶 政府建的很漂亮 它是一行一行 那些個體戶在裏面 做一些小的買賣 其實裏面那些 很多很多特色的 有些就賣一些亞洲的東西 有一間是專賣越南亞洲那邊的飾物 有些就在外國拿一些飾物回去賣 拿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物品 家庭用品又在那裏賣 有一間又專賣文具 所以我也帶了兩份 買了兩本 我覺得很好 但又很有中國特色的一些記事寶 其實很多選擇 我想大家有些都會挺喜歡的 就是我要加工資 你可以放在桌面上 等你老闆走過的時候 知道你的心意 但因為我不用上班 我就買了一本 溝通 他說溝通很重要 我覺得溝通很重要 無論你和你的子女 丈夫 或者朋友 溝通都很重要 就算公司的同事 上司都很重要 所以我就買了一本 他後面還有一句 就是說 說不講不明 事不講不通 這些都挺好的 另外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又選了 有了文化走天下 沒文化很可怕 都是一些很可愛的句子 所以我又買了 用來送給別人的 另外有一個地方 大家應該都要去的 就是新天地 新天地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新天地 很早的時候 香港人在那裏發展 帶了很多資金上去 在那裏 那些商場 裏面其實都有很多 一些香港的公司 就是本身或者商場裏面 那個設計 其實都有些 是像我們現在香港的 那些摩 那樣的 譬如有一些商店 我們香港都有的 其實很有特色的 我都見到有些香港旅行團 都在那裏參觀 買東西 購物 還有它最好中間 它也有一個地方 是有一個噴泉 保留當時上海 一些外國的建設在那裏 其實是有上海的特色 亦都有我們香港人 在那裏投資 所建立的一些香港式的形象 所以這個新天地 亦都是當地的一個地標 亦都很多人都會去那裏 購物和食物 因為有一些香港很熟悉的食肆 其實在那裏 都有他們的分店 另外一個就是舒城 去到上海的舒城 我們才感覺到原來香港 那些書局是多麼小 書城真的很大 很多層 我記得應該有七層至九層 每一層都賣一些不同題目的書籍 譬如小朋友是全層的書籍 即是那裏 你真的在外面找不到的書 你去到也找到的 譬如有價廉物美 我買了一本一些翻譯小說 我很喜歡看翻譯小說 因為我喜歡看原著 和翻譯後有什麼分別的 好像一本這麼製作精美 包裝好的書 只是賣28元 雖然是簡體字 但如果大家看得快 都沒有問題的 還有折 即是二十多元一本 這本書是我買了很多本書 最貴的一本 都是28元 其他都是多少 19元 20元 是這樣的 價錢 而且不是價錢的問題 是真的 你會很開心 就是想找到什麼書籍 都有在的 你想找到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就是 中國博物館 和上海館 這些 上海館就是細博那時候 因為它不會再不拆 大家應該要去 即是上一次沒有去到細博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大家可以去 博物館也是一個很值得去的地方 因為將中國在一些歷史 它好像遠到是春秋戰國的時代 都有物件在那裡展覽出來給大家看 不同類型都有的 肉器、兵器、器皿、錢弊、畫、字都有的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 為什麼呢 也是免費的 所以你去到不去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浪費 另外 有一個介紹 就是一個交通工具 持浮列車 真的快 如果大家很喜歡有一個速度感的人 喜歡開快車 或者一個速度感的人 應該是值得一時 在持浮列車的那個站 去到浦東機場 六分鐘 最高的時速去到三百多 如果你上去持浮 你一定要坐在左邊 如果你喜歡速度感 坐在左邊 為什麼呢 其中有一個重點 就是兩輛持浮列車 擦身而過 那種震撼 一秒間的 那種震撼速度感 你會嘆為觀止 真的 科技原來是這麼進步的 這樣 它一過了那裡 其實它已經開始減速了 你也可以看到其他那個 就是類似鄉 因為它都有地鐵去機場 你看得到 哇 那一秒 過那兩輛車 過那兩輛持浮 過那一秒鐘的震撼接觸 加起來 你再看下去 看得到 去機場的地鐵 其實發覺很慢 但是呢 其實本身它都已經很快 那車也不用說了 即是那個速度感 是真的 是值得我們去再回味一下 那價錢又不是很貴 40元人民幣 一程 如果你有機票在這裡 它就是個八折 本來50元 那就是40元 這些都是很少很少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自由行 你就可以一一體驗 其實呢 這一本書裡面的地方 我是完全沒有走完 因為幾天都下雨 很多地方去不了 但是我會覺得 真的上海是很值得 大家去自由行 因為是完全沒有難度 是很容易在市區裡面 去欣賞到靜動的一面 最後一個介紹就是步行街 步行街裡面有很多商店 古老的商店 現代的商店 專賣上海食品的商店 這些都是包藏了上海人的生活的特色 亦都值得去的 地鐵去到的了 不用怕的 OK 好了 今集我講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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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 iRead